钢笔工具选取范围 那再从左边这里 这一颗,这钢笔这里 右下角有箭头压着不放,你看到,这边有笔形 我们这钢笔,创意笔形,加 锚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使用这个快速选取工具来选 那其实这个黄色小鸭可以来 按Ctrl加放大一下 按空白键 会变成手 放开又回到原来的工具 按空白键 所以让你移动 来,我们来选 那其实快速选取工具,它会侦测颜色范围,可是 常常边界不是那么清楚啦 那如果要选很干净,要透过它 透过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形工具 那怎么使用呢,你看一下 我再放大一点,加 这样 好,第一个点这个点 交界的地方点这个点 那接下来呢,可能就在这里就可以了 也许不要那么长,一开始练习不要那么长 点这里 拖曳哦,不可以放开哦 就是拖曳就可以选什么 我要的范围 往左 往上 弯下 你去感觉一下,拉长拉短 我在做什么,我在选这个范围 你看到,我觉得这个角度比较合适 就这一条线 引来周围来 那这两个锚点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再 哎呦,看不到这一条线 这是可以让你做调整哦 就调整这个 那这个调整锚点的中心在这个嘛 直接选取这个 透过这个可以来调整它的位置 你看见吗 如果你觉得不满意还可以再来后台调 那接下来呢 来 还是在钢面工具哦 那这两个锚点呢 接下来往下一边调 这个 你看我在拉吗 那如果转折大一点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这个点会受它的影响 来,我们后悔一下 钢面工具的使用方式 来 回到这里来吧 取消 全部取消在 嗯 我刚回到这里来了 再一次 来,删除路径 来,第一个 再把它收起来 从这里开始点 点完以后呢 这一点压下去要记得要配合拖曳哦 拖曳拉出它的弧度 那这个点呢 这个点由这两个锚点构成 请你按ALT,ALT键去把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以后呢 就把右边这个点删掉 这样下一点才会比较自然 不然在点的时候,如果转折大一点 其实我没办法选 接下来我在这里再点一下 看一下 空白键压着,过来点 好 好,点这个点 压着拖曳不放 这个弧线就是我们要的弧线 好,再按ALT这边点一下 把右边的点删掉 按空白键压着 那我现在再点这个点 点下去那些东西再提醒你就是 压着不放拖曳 所以来决定这个弧线 你看见吗 这里说需要一点点练习 好 好,那 这边呢在ALT再点 空白键压着 那直接到这里就好了 压着不放 我可以选出我要的弧线 好,再按ALT这边点一下 那这一点呢 好,再按ALT点一下 空白键压着 那其实这个 老师转折那么大 可不可以 点下去哦 那就看你怎么去拉而已 你看见吗 好,再按ALT键去点一下 空白键 这个拉虽然有点迅速 它的线条位置比较漂亮 好 Ctrl减缩小一点 其实 你手的话就不用到那么小了 我这边再点一下 再拖曳 来 按ALT键把这个点 点一下 那很长可不可以 可以 看你怎么拉,拉习惯了 去看一下哦 好 按order键再点一下 接下来一个大转弯 点这里 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范围 再按ALT点一下 好,这时候这边再点一下 我现在在选择黄色小孩 送钢米公司按ALT 那这一点呢 再加个点给他 来,这边再压一下 一点点而已 不用那么长 有时候你不放大一点 按ALT点一下 好,放大一点 Ctrl加 Ctrl加放大 那空白键压着过来 那这一点到这里哦 接下来嘴巴到这里 就一个点就好了 来,按ALT Alt键点一下 那这边就点一下吧 点 如果一点点就可以点点 不过这样点如果没有拉弧线哦 这边就会比较僵硬 你看见吗 那接下来这边呢 我再 压着 有拉弧线就比较自然 按ALT最后再点圆点 哦 就形成这个曲线 这个工作路径 这个目前是半成品哦 所以你要对他按两下 把它形成一个正式名称叫做 路径 那也许给他名称叫什么 小压路径 D-U-C-K 懒得打中文 来 那这可以做什么呢 路径出来后呢 点这里可以 拉到这里来就可以变成一个选举区哦 选举区就出来了 那这个选举区的造型 会比我们刚刚所做的那些效果多 旁边都干干净净 来 我按Ctrl-J 你看一下 哦 选错了 抱歉 选举区要回到这里来 这里这里这里 在这里按Ctrl-J啦 我刚又忘了切换 来我再加个图层给各位看一下加个图层 那这里呢 背景色我把它填成蓝色 前景色 sorry 不是背景色 接下来 编辑的 填满 前景色哦 你看到旁边的造型 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哦 这轮廓是非常非常干净 是最干净的 只不过他花的时间会最长一点点 所以通常在选东西如果要细致一点 一般的专业的Photoshop功能是他们都喜欢用这个选的东西 旁边是 因为这轮廓是刚刚进的 不是像这种是什么 大约他帮你演算 不过这个需要一点点练习 那请各位先练一下用钢笔工具来做练习 试试试看看 点第一点 第二点压下去要记得拖曳哦 拖曳完再按Alt键把另外一边毛点把它删除 各位试试看看